大家好今天來講的是入這個字怎麼寫啊 首先我們會在就是第一格 第二格第三格 第二格的中間也是這裡 大概這個位置 看到嗎 中間 第二格的中間 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條線 第二條線 所以在第二格的中間跟第一條線的交叉呢 這個地方的右邊 看到這裡 壓下去 慢慢的 抬起來 看得很清楚之後我沒有碰到線 我覺得是很靠近線 你可以碰到 但是絕對不能超出去這條紅色 第二條線 再來 是那 往上提 這個是一個往上的狀態 停一下 然後直接閒納 停 然後推出去 再一次 記得在還沒碰到紅線之前就要抬起來喔 往上 壓 推出去 記得推是推平的 你知道嗎 這個會是平的喔 然後這個入呢它有點斜斜的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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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嗎 它站的是斜斜的狀態 可以嗎 好 所以 記得幾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這裡 交叉的位置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二格的地方 然後 然後撇過來這邊還留了一點空間 跟這個紅線交叉的點 然後最後呢 這個比較 低 納的地方比較低 比較往下 然後這個比較 沒碰到屌紅線 這個往上 這個是入的部分 然後再寫一次 壓一下停 慢慢的把筆抬起來 馬上停一下 停 推出去 就這樣 那這裡呢 有人會說 那這裡應該落在哪個地方 如果你把這個分開的話 這樣子分開的話 它應該在這個信的下面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抄到這個信的上面 好 我們寫一次 停 壓一下 撇出去 這個是入的部分 這個是入的部分